各位老师,各位大哲,各位同修,我们上一会把这个续分当中的六种成就, 也就是这个前二百五十人据那里讲过,那今天呢,我们就开始啊,从那个揭示大俄罗汉, 众主之事,从这里开始,这一段呢,上回讲到最后,一千二百五十人据啊, 实际上里的数字,就是一千二百五十五人,那么这一千二百五十五人, 这就是佛在成佛以后啊,先度化的这么多的弟子, 这么多的弟子,成佛,那么就是说这个三家舍啊, 啊,家舍有,有好多,好几位了,这是讲其中三兄弟的三家舍, 他们呢,他们呢,就是这个师徒,一共就一千五,一千人, 这个,再呢,就是这个, 这个,学历佛,啊,这个穆建林,他们这个,两位, 有啊,这个,两百人, 这个,另外有一位, 那么这后面里面有的,就是有五十个人, 带入这个,这个,释迦牟尼佛最初度化的五比修, 一共五位,合起来啊,一千二百五十五人, 这一千二百五十五人, 因为感念佛, 在成佛以后啊,先度化他们, 所以呢, 所以呢,佛无论在什么地方讲法, 他们都是啊, 稍会去,去听的, 这个,在佛法里边呢, 叫做常随重, 常随是一直在跟随释迦牟尼佛听法, 这是一个意思, 再呢,这个,这个,他也是啊, 嗯, 影响中, 什么叫做影响中呢, 他们, 这个, 这些弟子当中啊, 可以说有很多地位很高, 所懂的方法也非常多, 那么虽然如此啊, 他还是要去听, 听什么呢, 他可以啊, 来, 这个, 引导其他很多的, 呃, 人, 来听法, 就影响中, 在这里需要补充一点意思, 那就是说, 在这个, 1255人, 这么多地位中, 那么, 三家社一千人呢, 他们原来都是外道, 都是修外道的, 还有, 学历佛, 母亲脸, 这两位, 原来也是修外道的, 换句话说, 一千二百人, 这个原来都是修外道, 而且在当时啊, 那个地位啊, 都是很高, 在当时那个, 受到这个印度, 那有好几个国家了, 这些外道啊, 都受到那些国家的这个国王啊, 成为国家的国师, 这样的这个, 他们的这个, 这个修士地位这么高, 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呢, 首先, 就把当时的那些, 修士地位那么高的人, 就把他们做话过来, 做话过来, 全部变成, 成为这个佛的弟子, 这用意在什么呢, 用意就是说, 这个佛法呢, 你真正是真, 这是正法, 在没有正法出事之前的话, 尽管事件修数那么高, 有了正法出来的时候, 两者一比较之下, 那么自贵然然的呀, 就是可以把它都转变为, 改为学正法, 这一点我们要有这个认识, 那么因为这个认识呢, 我们在经济之下, 实际上现在是末法时期啊, 末法时期的这个外道, 一般繁复的知见, 那么都是很复杂的了, 但是我们只要按照正法, 这样研究, 这样修士, 我们照样可以啊, 感动, 还可以这个, 照样可以度化, 那些众生, 问题是在我们是不是能够坚持啊, 成为纯粹真正的一个佛弟子, 果然我们按照说法, 正法这么些的话, 我们就能够啊, 自己对他啊, 做这个大菩萨的工作啊。 那么下面这个两句, 也是大俄罗汉众所知识啊, 这两句话就是说, 那一千二百五十五人呢, 都是不是普通的了, 是大俄罗汉的, 而且是众族知识, 是大众啊, 都知道的, 这些大弟子, 那么什么叫做俄罗汉, 什么叫做大俄罗汉, 这个呢, 把这个名字要加以解释一下, 所谓俄罗汉, 这是印度文的名词, 翻成中国的意思啊, 因为它的意思含得多啊, 就是含多译啊, 这一个名字含了好几个意思, 就没有啥了, 那么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呢, 看经历的时候, 那么就要了解, 它这里含主要的有三个意思, 一个是印供啊, 所谓印供呢, 就是针对前面那个, 提修叫的, 提修也是三个意思啊, 提修第一个意思就是启师啊, 那是在正在修行的时候, 说法叫做印帝, 印骨嘛, 他说印帝很没求成功, 印帝的时候啊, 提修啊, 就是启师, 一方面像佛启法, 另外呢, 像这个一般人呢, 启这个吟师, 启师, 可是成功了, 正了果位了, 就是俄罗汉了, 这个不叫做启师的, 这个印供了, 所谓印供啊, 供是供养了, 众生供养, 供养谁啊, 供养这个, 这个罗汉, 他是已经正了果位的人啊, 供养他就有福报啊, 那么就这个罗汉来讲, 他接受, 接受一般行动来供养他的话, 那么就是印供, 就给人家种福田, 这个名字啊, 第一个罗汉呢, 就是这个印供, 那么我们想这个罗汉, 他这个什么叫做成为欧罗汉呢, 成为欧罗汉啊, 就是他把这个见活, 私活, 这个名称, 这个只是这么讲个名称而已啊, 详细说起来, 那个很麻烦啊, 就是说我们这个众生都有种种的烦恼, 这个烦恼最主要的呢,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, 贪, 这个贪, 贪求的心理, 贪爱的心理, 等等, 那么嗔恨, 于是贪嗔之啊, 就是三读啊, 还有一些其他的像是傲慢, 还有这个怀疑的依, 还有一些这个邪知学见的, 那么这些个贪嗔之蛮也种种这些都是烦恼啊, 烦恼, 我们在我们这个心里边, 不是好事情, 把它比作一个人嘛, 就好像是贼寇一样的, 这个贼寇在我们心里边呢, 就突突妨碍我们的理智, 那么也就是说, 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这个, 有这个事相啊, 就是真有本性啊, 那么都有事相啊, 都有真有本性, 为什么现在我们还有生死, 还有这个, 我们现在这个一切糊里糊涂的, 就是因为这些烦恼在这里, 在这里做怪, 就是他这个贼啊, 就是把我们这些本性都障碍住了, 修道的人呢, 就是没有别的啊, 就把这个散脑障, 把它拓除掉啊, 拓除这个这些散脑啊, 用一个比喻的名词, 就是杀贼, 这些散脑在我们心里边呢, 我们要把它, 先把它压缝住, 然后就是把它制伏了, 制伏了以后不算了, 这个你制伏了以后, 他有了机会, 他又在, 你说又来这个, 伤害了, 所以彻底的办法, 把它杀除掉, 所谓杀就是断火啊, 把这个散脑全部的断除, 断得干干净净的, 这才是俄罗汉啊, 那么, 所以第二个意思呢, 叫做杀贼, 这个杀贼就是前面, 地球有个第二个名字嘛, 第二个名字叫做扣恶啊, 那个恶也就是那些, 贪臣子难以, 那些都是这个, 有了那些, 一定一个人有那些, 我们每个人都有, 有那些个在心里的呢, 做的事情都不会什么好事情, 都是要顺人立即, 所以把那些恶是吃得干净, 干净了以后, 整成果位, 就是杀贼, 就是在古地的时候, 成为罗汉的时候, 那么, 不叫做破了, 恶已经破除掉了, 就是叫做建一个名称, 就是杀贼, 佛罗汉说后一个一个意思, 叫做无声啊, 无声是, 就对于这个生灭法来讲的, 我们众生, 一般说是生了, 这个, 这是反复不觉悟啊, 觉悟之后, 一提到这个生啊, 生必有死, 一定的, 那么, 要想这个, 没有死, 没有灭, 那就这么, 首先做到无声啊, 没有声啊, 那么无声是, 怎么样做到无声呢, 无声就是不生不灭了, 永久是那个那个, 不带这个生死轮回了, 我们三夫, 这一生生命多长, 活了多久, 说明到了, 就死啊, 任何人不死, 谁办得到啊, 那么死了以后呢, 死了以后再转, 再转到哪一道, 可不知那谁, 三夫谁也不能做主啊, 听他自己所造的善恶业, 来转到各道里去啊, 转到哪一道, 那哪一道, 那有了一段生命了, 生命说明完了之后呢, 又死, 又死再一转世, 永久都这么转, 是有生有死, 有生有死, 没生没死, 这个在后边就讲到, 三夫这个生死啊, 不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啊, 主要大家都知道啊, 这个我们看见人死了以后, 不管是有关系的, 没有关系的, 总的就是一个人死了, 就是一种悲惨的事情啊, 这个再说是生, 生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啊, 有一开始游生的时候, 这个也不是一个很乐的事情, 所以很多很多这个那些, 内外的这个主客观的条件啊, 人一生啊, 就有种种的痛苦, 所以要彻底的办法呢, 就把这个生死这个现象, 把它消除掉, 不要再有生有死, 不要有生有死啊, 那么是什么情况呢, 他们有一些, 中国的有一些那个, 那个道家, 叫那个, 修这个神仙呢, 叫长生不老啊, 他那个长生不老啊, 那个不是办法, 他们所讲长生不老, 是连我们这个身体一直活下去, 一直活下去, 这个生不老的, 他们也可以啊, 用他的方法, 维持这个一百年, 是可以的, 真的修得好, 可以成为神仙, 但是从来到最后, 还是有死亡的时候啊, 所以佛, 佛家这个, 俄罗汉, 成了俄罗汉呢, 到了无生的就是说, 把这个, 这个生死的现象, 解除了以后啊, 它纯粹的是一个, 一个一个一个, 一个智慧, 由本性里面发出了那种, 一种光明, 智慧, 那一种功能在那里, 它要提什么现形, 就提什么现形, 所以它这是, 但是呢, 它这个, 生生俗俗的那种现象没有了, 这叫无生, 这个无生, 换句话说, 就是啊, 出了生死轮回了, 生死轮回, 就是在三界之内啊, 三界, 这后边要讲, 就是, 有一界, 有色界, 有无色界, 就是讲一层一层, 讲天啊, 天一下, 就是我们人, 那么然后由这个, 出生鬼道, 地域, 这个都是在三界之内的, 到了无生, 成了俄罗汉了, 就出了三界了, 不在三界之内, 生生死死了, 那么它就得了自由了, 叫无生, 那么在这个, 没有正俄罗汉国一切呢, 那是地球啊, 地球的第三个名词啊, 叫做布母啊, 大家前面都知道了, 母那些天母, 天母的话, 一看见了我们修道的人啊, 真的发现在修道的话, 他心里恐怖了, 为什么恐怖呢, 你修道成了这个, 道修成功了, 出了三界, 这个天母他找了一个, 他就希望这个在, 魔王这个眷属, 又多又好嘛, 他就少了一个人了, 他感觉恐怖了, 因此地球在英帝的时候, 第三个名含义, 叫做布母, 那么成功呢, 成了果位以后啊, 这叫做无生, 就是三个名含书, 称欧罗汉, 他就是得了解脱了, 什么解脱呢, 就是生死轮回解脱了, 但这个解脱啊, 有不是一种, 有几种, 有几种, 一个呢, 是会解脱, 所谓这个会解脱啊, 他就是在修小乘法的时候啊, 他把世间, 那个这个, 也了解我们本身啊, 四大这些都不干净的, 人生就不干净, 这个我们自己的心心念念的, 这个心理也不会, 所以长久的是无常的, 这个万法都是生生灭灭的, 这些的心理, 他都用这个功夫, 修这个观, 就这些这个所谓这个四念处, 就这个观啊, 就成功了呢, 就是解脱, 那么这个就是有了智慧, 叫会解脱, 会解脱, 换句话说, 他有了个会解脱啊, 在印度呢, 是有很多外道, 外道他也有相当的这个, 他们的这个, 也有他们的智慧, 我们现在不也讲吗, 有很多人呢, 世间修士他研究得很好, 他也有很多的辩论的这个口才, 但是呢, 这个, 成了罗汉的时候啊, 不管世间的外道也好, 这个, 这个一般修士界的人也好, 他都能够把他解决那些问题, 他们那些人到这个罗汉这里啊, 都见不过罗汉的, 他们所有提出, 所有的这个困难的问题啊, 罗汉以他的智慧啊, 都能够把他解决, 这叫做会解脱, 第二种这个罗汉叫做, 聚解脱, 聚解脱啊, 那么, 他是啊, 不但在这个学术上面呢, 可以跟那些外道的邪志邪剑能够破除啊, 可以破除邪志邪剑呢, 那么在那些印度那时候, 有很多的外道都有很多功夫的啊, 那就是神通, 所以外道他们是具备的啊, 有五种神通, 那么这个聚解脱呢, 这种罗汉呢, 都可以破除那个, 做了五种的外道, 五种的外道, 做了五种神通的外道, 你可想而知, 他就是对于一般人的耗道力啊, 也就是相当大了, 但是那个五种通啊, 我们名字不必解决, 如果解释就相当多了啊, 就是不管用的, 五种通你比如说, 天眼通也好, 天眼儿通也好, 甚至这个他心通也好, 有了这些通啊, 说了这些通, 生死还是有生死, 还是不能解决, 你得要得什么第六种, 漏镜筒, 漏是有漏法的那个漏, 漏镜了, 所谓漏镜的就是说, 这个烦恼种种都都, 转活都转干净了, 这叫漏镜啊, 漏镜才能够聊生死的, 那个无神通外道啊, 没有得漏镜筒, 所以他是不究竟的, 他是不究竟的, 就是无神通的外道, 那么这个当然也是, 对于事件又, 非常这个有影响力了, 罗汉这个, 这个自解脱罗汉啊, 他就能够, 把这个, 让那个这个, 这个一般人了解, 这个无神通外道, 还是不究竟的, 能够引导人家呢, 走入圣道上去, 第三种这个罗汉, 这个无意解脱罗汉, 所谓无意解脱罗汉呢, 他的这个, 懂的法, 修的这个道, 又更高一层, 他的这个, 世间法, 初世间法, 他懂得非常多, 懂得非常多的时候啊, 在印度当时, 有那些外道啊, 他们的经典呢, 这个, 讲那个理论也很深, 这个, 就是讲这个, 这个学学思想啊, 这个境界也非常高, 这个, 当然他们要提出问题的话, 一般人呢, 解决不了啊, 但是这个, 无意解脱呢, 这种罗汉呢, 不管哪一种外道, 他们的境界高到什么程度, 他们的这个, 这个学学的这个思想, 怎么样的高明, 任他提出任何问题, 这个, 这个无意解脱啊, 都能够把它解决, 没有疑惑, 这叫无意解脱, 那么这个, 所谓大俄罗汉呢, 那么这指的什么呢, 指的就是啊, 在三种罗汉当中, 就指的无意解脱罗汉, 这个无意解脱罗汉, 你们想想看, 它就是大乘法, 不是大乘法就办不到的, 你就说我们今天之下, 要想行菩萨道, 行菩萨道, 除了研究佛经, 现在这些世界上, 这些学说啊, 不管这些学说, 是好的, 是不好的, 是邪界, 是正的, 你都要研究, 都要明白, 明白之后, 才能够给人家解决问题, 那么这个就是, 行菩萨道必须要的, 是他那个时候啊, 无意解脱, 就是这个菩萨道, 是一样叫做大乌鲁汉, 这些大乌鲁汉啊, 那么这个, 他们的程度到什么时候, 到什么等级呢, 这个族时族节就度出来了, 你看有些这些大弟子啊, 甚至已经过去都成了佛的, 你看这部经, 这部经后边讲的这个, 第一个讲老舍利弗, 舍利弗啊, 这个大弟兄生啊, 也是大乌鲁汉啊, 他是什么样的呢, 讲到过去, 他的本来的这个地位啊, 已经成了佛了, 过去曾经成为正道这个, 京龙的佛果佛威啊, 京龙佛, 其他的还有, 这就是举出一位, 让我们了解一下, 所谓大弟兄呢, 过去他们的, 都是那些地位非常深, 非常高的这些大, 这个大士们来啊, 这个, 修了这部经啊, 也就是帮助释迦牟尼佛, 来弘扬这部, 这部经的这个法门, 在这个序分里面, 那么前面像这个正宪, 正宪后来就是大众, 参加这个法会的大众, 在大众当中, 前面列的是这个, 这些这个出家的大弟子, 就是地球中, 那么地球中讲到这里呢, 有一千二百五十人句啊, 那么一个一个的名字, 就能列出来了。